要说起慈禧,这个在中国清朝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女人,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文学故事中,关于慈禧的点缀都是复杂且丰富的,大家对于慈禧的印象也停留在强势和果干上,但对于慈禧来说,一辈子有三件事是非常耻辱的,不可以和任何人提起,特别是第二件事情最恶心。 这里是单看世界,戴尼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自从1861年慈禧发动宫廷政变之后,便开始了垂帘听政的47年,在这段时间,慈禧太后也一直掌握着宫廷的至上权力,成为了当时朝政中有着明显影响力的存在。 虽然慈禧没有在形式上称为统治者,但是真正拥有的权力及实力还是不容小觑,在朝皇帝光绪的存在感反而被削弱了,慈禧都这么强势了,如果还要说他这辈子最耻辱三件事,肯定不用想,是非常严重的了。 第一件,赤壽饭1900年,八国联军打入京城时,可是把慈禧打了个措手不及,因为事发太突然了,安于在皇宫里的慈禧只能非常匆忙地往外逃,虽然把这次行动美其名曰西巡,实际上却是西逃,在西逃的过程中,因为行动非常仓促,很多东西都没有带也没有准备好。 吃食也非常的少,所以到了后边没有食物之后,慈禧开始啃起来地瓜吃起了馊饭,这样的食物虽然不是什么特别难吃的,但对于慈禧的身份来说可是丢了大脸了。 第二件,敦毛测在古代宫廷上厕所,被称为上工房,上厕所的地方就叫做工房,民间的称呼就接地气得多,叫上毛测。 在慈禧西逃的时候,因为条件确实艰苦,也没有之前在宫廷里那么好的待遇,所以在皇宫里面逃出来的慈禧的待遇与之前相比,可以说是天差地别,华丽的工房变成了臭烘烘的毛测。 慈禧的待遇可以说差了好远,慈禧又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的人,这样的情况可对于他来说太难了。 第三件,定东陵重修,什么是定东陵? 定东陵园为咸丰帝定陵的两座附属陵墓,分别为慈安陵,普祥御定东陵,和慈禧陵,普陀御定东陵。 原本也是希望两位太后可以伴随咸丰帝左右,但让人没想到的是,在慈安太后去世后,慈禧便以年久失修为由,对自己的东陵进行了重修。 相传慈禧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这块单壁石上刻有一个壁虎,壁虎别名为守宫。 所谓守宫,自然就是守卫皇宫内院,守护女人贞洁之意,都说后宫家里三千人,后宫家里自然是为皇帝所准备的,别的人碰不得。 但对于慈禧来说不是,这样的寓意很是让他不高兴的,这不摆明了羞辱自己吗? 所以下令对于自己的东陵进行了重修,这三件事其实放在现在来看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,但对于慈禧来说,他是一个非常要求规矩和尊卑的人,这些事都是基于让他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,所以这三件事对于慈禧来说确实非常耻辱。 同时也不允许他人提起的了,1900年是庚子年,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,其中最惹人注目的,还得使八国联军侵华,其实压根不是八国,而是十一国,这十一国分别是英美德法日俄要,以及荷兰,比利时,西班牙,由于参战的外国士兵,绝大多数来自前面八个国家,后面三个国家没怎么派人,所以称之为八国联军,按照教科书上的排名, 英美德法这几个国家稳居八国联军前四位,不过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排名,其实他们四个都不可能进入前四名,当时为了争夺总盟主的位置,沙俄提出了谁出兵多,谁来当盟主的建议,为此,沙俄出兵4800人,自认为当时最多的了,那时候他们仗着地理位置占优势,总觉得其他国家不可能出这么多人,结果日本一下子出了8000人,直接把沙俄整得没脾气了,但是,你以为沙俄输了吗? 当然没有,这里的出兵数目,只是针对攻打京城的军队,除此以外,沙俄还出动了17万大军攻打东北,所以论人数,沙俄当排第一,日本紧随其后,英国当时可以从香港,印度调兵,所以也出了3000人,位列第三,美国出了2100人,位列第四,要想进攻天津, 首先要打下大孤口,这地方是东西方交战的老场地了,当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,双方就在这里打过,那时候,沙俄以调停的名义,偷偷将大孤口的布防图交给了英法联军,最终导致清军惨败,这回大孤口又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, 而八国联军这边,则是由沙俄的海军作为主力,对大孤口发起了总攻,一开始的12艘军舰中,有6艘都是沙俄从海参外直接开过来的,这还不算完,由于当时沙俄太平洋舰队的长官年纪最大,军衔最高,所以直接成了主攻大孤口炮台的主帅,共计有22艘军舰攻打大孤口炮台,其中9艘都是沙俄的,担任主攻任务的4艘军舰,3艘来自沙俄,1艘来自英国, 打下大孤口以后,大家要论功行赏吧,检查了一下,发现一共打了2.5万枚炮弹,其中有1.9万枚都是人家沙俄打出去的,此后攻打京城时,也是俄军第一个攻入了京城,所以沙俄当之无愧,成了八国联军的首攻,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后,基本就是团伙作案,由于没有分门别类的去统计,所以压根不知道每个国家在这里害了多少人, 不过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同时,沙俄在外东北对海兰抛,江东六十四屯等外东北地区的数万中国百姓,可丝毫没有手下留情,他们将这些人统统赶入了黑龙江,不肯下去的当场送走,以至于一时之间,黑龙江上到处都飘着同胞先民, 而且沙俄在攻入东北以后,对不少城池几乎都采取了一位平地的策略,这期间究竟有多少同胞遇难,已经很难统计了。 所以,要是这么算的话,沙俄在屠户百姓方面依旧位列第一,战后肯定要坐下来谈赔偿的问题,清朝要想继续混,只能答应列强的一切要求,因此双方签署了薪酬条约,这份条约中规定,清朝需要向各国列强赔偿合计4.5亿两白银,为啥是这个数呢? 按照当时列强的说法,这是为了惩罚所有中国人,当时共计4.5亿人,按照一人一两来赔偿的,所以现在很多人说,国策和普通人没关系,真的没关系吗? 其实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,只是绝大多数人选择性回避罢了。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什么,由于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钱,所以列强允许清朝分39年还清,那么这些白银具体是怎么分配的呢? 沙俄要的最多,足足1.3亿两,德国紧随其后也有0.9亿两,法国0.7亿两,英国0.5亿两,日本0.3亿两,其实从赔款也能看得出来。 八国联军出力最多的还得是沙俄,要不他们在分赃时的权重不会这么大。 所以说,教科书里如果把沙俄排到第六这个不起眼的位置,实在是有点委屈他们了,即便排不到第一,至少也能排第二。 回过头来看看这场清华战争,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? 主要还是因为慈禧这个人,当时全民们都有点疯狂了,只要遇到洋人,他们就动手,连修女都不放过。 而且,但凡卖洋货的店铺也一个不留,全部焚毁,举个例子,你的T恤衫上但凡出现一个英文字母,对不起,你就有可能被当场爆头,这个时候清廷的高层们其实也阻止不了了。 毕竟人家打出的旗帜是福清灭羊,甚至有一些清朝的贵族们认为民心可用,所以主动加入了全民的队伍。 慈禧得知这事以后,虽然知道刀枪不入,简直就是胡言乱语,但他觉得这些年被洋人欺压惯了,也认为民心可用,所以默许了这事。 这直接导致北方大部分地区掀起了一股反洋潮,这事成了八国联军清华的导火索,他们出兵的理由很简单,保护自己的侨民不受伤害,至于打起来以后,会发生什么那就不可控了。 打着打着,情况又发生了变化,由于大孤口炮台失守,慈禧觉得胜算不大,所以下诏解散全民,同时做好了和列强谈判的准备。 结果那些支持全民的守旧派大臣,偷偷捏造了一份情报,这份情报表明列强们不买账了,直接要求慈禧下岗,让光绪来掌舵,这还得了,这可触碰了慈禧的底线,慈禧二话不说,不仅对各国宣战,而且怂恿全民们再接再厉,与洋人决战到底,甚至张贴告示悬赏灭羊,有了慈禧的支持,全民们就更加兴奋了,结果就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,可以说, 为了慈禧的一己私利,赔上了太多人的性命,实在是划不来,战争结束以后,该谈判的谈判,该赔款的赔款,总之慈禧一点事都没有。 整件事对李鸿章的震撼是最大的,作为一个坚定的亲俄分子,李鸿章长期奋战在与沙俄同仇敌忆的阵线上,从1896年,沙俄向清朝抛出橄榄枝开始,李鸿章就到向了沙俄这边,他总觉得,自己给沙俄让出了这么多实际利益, 在关键时刻,沙俄应该会支持清朝,1896年,清朝将东北之地借给沙俄修铁路,1898年,清朝又将吕顺租给沙俄建海军港口,可以说,清朝对沙俄算是仁至义尽了,结果到了1900年,八国联军清华的时候,沙俄不仅没有阻挠, 反而成了其中的主力,这不由得让人心寒啊,劳力是最郁闷的一个,他一度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沙俄身上,结果却被出卖惨了,1901年,在签完薪酬条约后,劳力带着无限的遗憾撒手人寰,临终前,估计他心里默念的是这么一句话,沙俄赴我, 要我说,八国联军最大的赢家还得是沙俄,主要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,第一,沙俄拿到的土地最多,当时沙俄趁着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出兵17万,占领了东北8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这是其他列强望尘莫及的,第二,沙俄拿到的赔款最多4.5亿两白银的赔款中,沙俄独占1.3亿两,这也是其他列强无法比拟的,第三,过去吕顺市租借的, 占了东北以后,沙俄就正式把吕顺给吃了,自此,沙俄实现了数百年来的梦想,在远东地区终于拥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动港,其他列强看到沙俄的成绩单,也都是垂涎三尺,不过他们也只能看看,这些列强的胃口都没沙俄那么大,他们心里清楚,即便自己能吃下去,也可能消化不良,反观沙俄就不同了。 他们自信心爆棚,认为自己趁着这一粮机吃掉这么多地盘,那是结合了天势地利,而且他们觉得自己实力强悍,消化能力倍儿棒,当年能消化外东北,如今也一定可以消化东北。